说人之初性本善 狗不教性乃千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教诲 意思就是说孩子刚生下来 那都是好孩子 但是如果不好好的去教育 那么善良的秉性就会变坏 今天的说法广块 就来说一起成长过程中 因为教育缺失酿成的血案 众弟姊妹走礼间 家长礼短长出现 那个别为小事把脸翻 有礼不知找谁变 莫慌冷静把情念 律师不知该咋办 常看热线说法篇 白皮说线老实话 有情有礼有说法 大家好 在下就是老实话有说法的大夫人 画面中这两个年轻的女人 一个叫曾清华 一个叫曾清艳 是一对亲姐妹 在当地人眼里边 两姐妹长相清秀 是当地人都知道的姐妹花 令人惋惜的是 就在一天早晨 村民们发现 这对姐妹花被人杀害在家中 这是一栋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三层楼房 也就是命案的发生之地 在二楼的阳台上 曾清华与曾清艳姐妹俩 亮晒的衣物依然挂在那里 而这对姐妹花已经相消欲损 在二楼的房间里 死者曾清华倒在血泊当中 离他不远的地方 是两个还在盘山穴部 小男孩的尸体 在案发现场 靠南边房间有一张大床 凶手杀害曾清艳后 把她的尸体藏在了这个床下 一开始发现这三具尸体以后 就感觉另外一个真正在这住的这个女人不见了 于是我们根据这个情况 就在各个房间搜寻 最后在二楼靠南侧的那个房间的床底下 才发现了这名女性 这起神明案顿时震惊了干男 人们无法想象 这对姐妹花因何遭此厄运 女被害人身上都有带有这个手势 她们的手势都还留在身上 在不大的景源村 曾清华 曾清艳两姐妹 算是最标致的女人 她们的遇害 一下子挑起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网络上说这个案件怎么回事 可能是因为监警 还是可能男女关系导致这个善良 通过事件 警方认定 曾清艳应该是最早遇害的人 那么凶手为何只是藏起了她的尸体呢 这个不斗的激烈程度不是很明显 嫌疑人出现现状反击 可能出现受害人 一般来说 掩藏尸体是怕让人发现 可是凶手放任其他三名死者沉湿屋内 他又为何多此一举呢 虽然他有伪诈 但是整个现场 一看过去就是 对现场的伪装应该是非常处杂 现场给了我们好多疑忽 通过了解 死者曾清艳在六年前远嫁到了山东 就在案发前一段时间 她才刚刚回到娘家居住 远嫁他乡的女子在娘家被杀 这也难免让人产生联想 包括这个网络上 这个微信上 这个都流传着这个可能是监情杀 考虑到实质是个 特定对象两个都是梁姐妹 总的就是监情杀的 这方面在网上炒作更大 更多一点 网络上的炒作 让一家四口人的查案 披上了朦胧的面纱 一时间恐惧笼罩在这个小村子当中 警察在调查中发现 曾清华与曾清艳的老公都在外地打工 两个人都是独自带着自己的孩子生活 那么他俩的死因会像网络上说的那样吗 经过对现场的研判 警方发现凶手很可能不止一个人 这是一枚代血鞋印 通过细致勘察 警方技术人员发现 这些代血的鞋印并不属于死者 而从鞋印的运动轨迹来看 民警判断 这些鞋印应该属于凶手 同时代血鞋印有41码 由此民警判断 凶手应该是男性 而从花文来分析 他们又明显是两种不同的鞋子所留下来的 这似乎表明 凶手应该是两个人 为什么说是这个结果 就是根据这个现场 研刷和尸检 反映的这个整个作案过程 再加上这个 如果针对某一个人 同时出现两种血液 那就应该出现两种血液 联想起被凶手刻意藏在床下的曾青燕 警方也觉得凶手的行为难以捉摸 却似乎只是对曾青燕的尸体进行了特别处理 如果凶手是两个人的话 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个现场比后来这个现场是跟平静一样 没那么乱 然而在对于两种血液的轨迹进行分析之后 警方发现了疑点 那就是两组血液根本没有交错 行凶的可能也只有一人 那么如果凶手只有一个人 他为何会留下两行不同的代血的血液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 这起特大杀人案背后的玄机越来越多 到底是什么人对这对姐妹花 以及他们年幼的孩子下次毒手呢 本以为案件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没想到 现场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 凶手到底是为了情还是为了钱呢 随后民警对周边的村民进行摸牌走访 有一位村民声称 就在案发前的一早 他还见过曾庆燕在院里干活 这会不会对整个案件有一定的帮助呢 案发现场的楼房房主 曾经是曾家姐妹的父亲曾庆武 大约在两年前曾庆华竟用一楼开了个杂货店 同时也在门口摆上了这台机器替人加工肉丸 案发前的一段时间 妹妹曾庆燕回到娘家便居住到了这里 就在案发的早晨 有当地村民目击了曾庆燕在操作这部机器 在七点多钟的时候还有群众拿了这个猪肉到这里积了肉丸 8点多钟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受害人 他从他家里到这里来 杂货店老板曾庆华居住在附近 他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会从家里过来打理小店 警方由此断定 犯罪嫌疑人进入现场应该是在7点到8点之间 警方推断凶手首先将妹妹曾庆燕杀害 而就在凶手准备离开现场的时候 第二名死者也就是曾庆燕的姐姐曾庆华上了楼 凶手又对她下了毒手 对梁姐妹这种生父包括有些细性她不是很了解 她总认为到了现场就一个人 但是没想到这个店是她姐姐开的 她姐姐每天按照这个习惯就是8点钟左右 肯定到了晚上店开店把店门打开 曾庆燕此前几天一直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屋里居住 如果说凶手真的是为了杀她 大可不必选择在早上7 8点钟作案 由此警方判断凶手与死者并不熟悉 在对曾庆燕姐妹俩的生前情感生活进行调查之后 警方也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他们有比较密切联系的这个男性 我们都进行了这个排查 从这段时间时间段都排除了 这些有密切关系的男性 杀害他们的这个可能 那个小的是在山中的 在山中的老公在山中的 那个大姐姐的老公是在我们本地人 他都在外面都在山中打工 那么这对母子又是为何招来杀身之祸呢 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制造出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犯罪现场呢 大伙怎么也预想不到 姐俩早晨还和其他人有说有笑 仅仅一个小时的功夫就被残忍杀害 据村民们介绍 这姐俩在村里属于长得挺漂亮的女人 如果是陌生人行凶 她钱财还没被拿走 那么凶手会是见色起义 结果都被否定了 经过技术侦查警方发现并确定 刑凶者应该就是这个村的村民 这是办案民警在死亡现场提取到的一些生物剪裁 技术处理的结论是 这些生物剪裁来源于一名男性 由此 警方将排查范围缩小到本地男性村民当中 此人虽然家在本地却很少在村里居住 另外 曾庆华被杀现场搏斗痕迹明显 警方因此认为凶手身上也应该有伤 郑海华这个身体也比较扎实 这个协议人我们分析 刑言人身上可能有伤 警员村10岁到70岁的男性村民 共有844人 按照这些因素进行排查 在案发第四天晚上 17岁少年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他随后被警方控制 通过刑事技术鉴定 在案发线上提取的生物剪裁 正是属于刘玉宏 他就是这起特大杀人案的真凶 那么这个17岁的少年 为何会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呢 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17岁的刘玉宏 谁能想到使用这么残忍手段 连杀四人的凶手竟然是大伙眼中 这个老实听话的孩子 面对镜头 刘玉宏显得很冷漠 更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符的神情 这个少年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又是什么原因让他痛下杀手呢 这是一瓶普通的纯净水 谁又能想到 这起特大杀人案的原由 竟然由他开始 如果那里我刚开始买了一瓶水 然后就是他只看见那里只有一个人在那 需要零花钱 想到这个店里经营这个杂货店 应该可能会有钱 加上前面买水的时候 他看到店内只有一个女的在店里 他觉得比较好下手 曾庆燕在收银之后 将钱放进了抽屉 这一幕被犯罪嫌疑人刘玉宏看在眼里 他决定抢钱 让他要钱 他说没有 把我推倒了 推倒之后我就把它也弄倒了 弄倒在地 可能是跌得比较重一点 在地上不怎么会动 所以我就逼他拿出钱来 他就在地上摸到了一把镰刀 往我腿上刺了一下 我在客厅找他剪刀 往他身上刺了几下 结果就把他被杀了 刘玉宏的父母在城里买了商品房 当天他从老家带了行李回城 身上带着换洗衣服和鞋子 在杀人之后 他把罪行暴露 先是将曾庆燕的尸体拖到床下藏匿 接着换掉沾了血的衣服和鞋子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另一名死者曾庆华与两个孩子也上了楼 为了灭口 他再次疯狂杀人 前面杀第一个被害人 他是为了抢钱 他遭到拒绝以后杀他 后来他杀这三个鞋印人 是纯粹是为了掩盖他的犯罪行为 正因此刘玉宏换了双鞋子 现场才会留下同一个人的不同代血鞋印 当他落网之后 现场的种种谜团也迎刃而解了 只是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一个刚刚初三毕业 即将上高中的17岁少年 为何会如此残忍呢 初中是在占联中学读了书 在乡下读书 并没有跟随他的父母到这个现场来居住和学习 他一直都跟他的奶奶 还有一些亲属在乡下 犯罪嫌疑人刘玉宏交代 由于父母在外打工 从小他就跟随着奶奶与姑妈生活 由于父母常年不在身边 刘玉宏经常会被同龄人欺负 内心十分自卑 按照刘玉宏的说法 童年对于他来说 所充斥的都是痛苦与无助 不过随着渐渐地长大 他的体格要比同龄人健壮得多 凭着这一点 他的角色开始由被欺负转到了欺负别人 这让刘玉宏体验到了暴力带来的甜头 老师看我个质比较大 然后让我管班里 最后面时间就没有人欺负了 作为班长 刘玉宏表面上有些微信 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 于是他开始接触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青年 并且频繁地与这些人到县城吃喝消遣 这也大大增加了刘玉宏的开销 因为在很多方面 你交朋友还是什么 其他的方面都要花钱 比如说就是请他们去外面吃 也远远大于农村的开销 抢钱他仅仅就是说为了要零花 从采访中我们不难看出 刘玉宏对生命的末世令人震惊 毫无疑问 这和他的成长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父母常年不在身边 缺少关爱 造成了他性格的扭曲 但是无论如何 这都不应该成为他草菅人命 践踏法律的理由和借口 今天这事你要是问我怎么看 这正是花季少年害四人 手段暴力真残忍 举案说法敲警钟 生儿不养 有责任 账路并太阳